哈喽老婆们 今天咱们来画一个很适合 秋天的巧克力妆容 秋冬护肤完之后先涂防晒 这个是正确的顺序哦 近期我用的就是这个 CLA的妆前隔离乳 它是防晒二合一的 妥妥的能当素颜霜的 你们看我的鼻皂脸颊都是泛红的 所以我用的是这个绿色的隔离 刚我开完的时候是那种乳液质地 偏滋润一点 适合现在这种干燥的秋天来用 有点像在图面的霜云上 脸也不粘腻 我上完一半边脸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脸的对比 就皮肤有变得白呢 是透透的感觉 跟我惊喜神就很提气色 后面上底妆的时候 也会融合得非常好 因为我皮肤有稍微变好一点 所以我们先上底妆 再遮瑕 一定要好好坚持做护肤 我前段时间比较偷懒 没有好好做护肤 结果长了好多痘 底妆也不补贴 尤其现在是秋冬会更严重一些 这个海绵头还是蛮好硬的 用手臂蹭它了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豆遮好之后 用粉纹去压一压 让它压光一点 就更不明显了 局部把它定一下 因为秋冬嘛 脸都比较干 所以就局部定妆就可以了 你们看这个顶边的妆感还是蛮不错的吧 很贴哦 我们也打造出日系的那种通透明亮的妆感 用腮红膏会比用腮红粉强很多 你们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秋冬吧 总的喜欢哦 又显白又嫩 谁涂不好看呢 用一个粉铺 蘸一点它这个颜色 少量少量 大面积的把这个地方散开拍开 能看到一点淡淡的这个颜色 透出来的感觉 用一个小刷子蘸一点 蹭一下不要上太多 把眼瞼扒开在睫毛根部 这样把它散开 还有上眼皮在睫毛根部 涂出的这块眉公骨也要把它涂上 你们看一下这两边上过之后的对比 就是很水灵很凑的感觉 这边这个颜色就是把人显得温温柔柔的 鼻梁还有鼻头都点涂一下 你们看这边真的很好看 这个是倩碧的105 这边脸就明显感觉空白的区域好大呀 把这半边脸补上 你们看纸图腮红 没有这边好看吧 这个眼线也很重要的 再截图一个杏黎乌龙 我们在画美的时候 为了让它更加温柔细一点 用了这个眼影色 就只填中间的这一条线不画框 这边还是比较宽一点的 这边就是有变细一点 这个很自然 轻轻戴一下鼻影 我最近发现修鼻影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刷子带到这两边 真的很险脏 突出一下山根 鼻头就可以了 不要带到鼻梁 这样就很立体了 用这个眼影色 紧贴着睫毛根部 勾出一条眼线拉长 中间的这个亮片色 在卧档上这个底部 体谅 要加一下睫毛 第四米棕色睫毛膏 这个眼妆是比较日常 有点小心机的 眼妆完成了 但是这个相机 真的太吃着了 那我带着叠图这个绿子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姜黄色的感觉 叠图在这里 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日杂装的点睛之笔高光 涂上就有那味儿了吧 纯密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当中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